用程 第25期 轻道听障 轻松面对 我是小明 在一间普通小学读书 平时我听人家讲话 永远不是那么清楚 有时又听错了 或者听漏了 究竟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 不如让我问一下听力学家先 刚刚和你做了个听力测验 结果显示你有轻道听障 轻道听障 什么来的? 音量的大小是用分贝来表达 用用细语声 弱莫是25分贝 说话声 一般是60分贝 而汽车 飞机声 就可以是100分贝或以上的 正常听力可以听到25分贝或以下的声音 轻道听障的人就需要声音大过25分贝才可以听到 一般来说 轻道听障的人会较难接收细微的声音 轻声的说话和远距离的谈话 也较难在草草环境中 清楚接收别人的谈话内容 和清楚辨认包含高频语音的字词 好像沙 切 花 这些字词 多谢听力学家的解释 不如现在等我耳朵精灵和大家说下 轻道听障学生 在学校有机会遇到的困难 由于轻道听障学生的听觉问题不明显 其他人容易忽略他们的需要 其实他们听得到不等于听得明白 不等于接收到完整的讯息 不等于没有特殊教育需要 听障可以令学生接收到不完整的讯息 容易错失偶发性学习的机会 偶发性学习的意思 即是指在没有正式教学的情景下学习 例如讨论或者闲谈 缺少这些机会 就有可能影响到学生 在沟通 语言 学习 和心理社交各方面的发展 轻道听障学生和人沟通的时候 好像被个透明罩罩着那样 听不清楚人家的说话 但是说话的人又未必知道 以为他们之间的沟通是没有阻隔 所以容易产生误会 如果没有及早支援轻道听障学生 他们的发音可能有点不准 比较难掌握抽象词语 複杂的语句和不熟悉的概念 这些困难都有可能影响到他们的学习表现 在辅导不足的情况下 轻道听障学生可能会感到自卑 不接纳自己的听障 不敢表达自己的需要 和不愿意参与群体活动 老师啊! 刚才二代精灵提到 听障的学生在学校会有困难 请问如何才能帮到他们呢? 学校可以安排不同的支援措施 等老师、蓬佩和全校同学一起帮助他们 等我逐样讲给你听啦! 首先,老师会运用多种策略 帮助轻道听障学生参与课堂活动 我们会为他们在课节及測考中 安排适当的座位 和使用抗音器 也会鼓励有需要的学生帮助听器 上课时,老师可以要求同学保持安静 同一时间只有一个人说话 同学讨论时要细声 如果可能的话 上课的地点会安排在宁静的环境中 授课时,老师会用清楚自然的语句 和精简清晰的指示 也会在语句间加入适当的停顿 以强调重点及提供足够的思考时间 有需要时,老师会重复或重整语句 也会示意转换课题 在上课或集体讨论时,老师会用手势 引导听障学生参与学习和讨论 并鼓励他们在聆听出现困难时,主动示意 老师在教书时会避免站在背光位置 或四处走动 尽量面向听障学生 让他们清楚看到口型 面部表情和身体语言 老师也会尽量避免在派中教材 或写黑板时说话 老师可以利用版书、多媒体、讲义、视觉教材 和附有字幕的影片作为教学媒体 透过多感观和情景教学 协助听障学生明白课堂内容 和掌握抽象概念 也会将重点和宣布写在黑板上 老师可以为听障学生提供学习范围及讲义 帮助他们为课堂学习做好准备 在课后,老师可以了解听障学生 明不明白授课内容 有需要时,可以为他们提供重点资料 适合他们程度的练习 额外的指导或辅导等 老师可以教导听障学生 运用策略来提升学习效能 例如用脑图帮助理解和记忆 透过画图表,列重点这些方法 来整理学习重点 运用绿合法,赞写记载文等 另外,老师也会教导他们 要懂得有效地分配学习时间 和熟习特别考试安排 老师也会引导听障学生 要养成良好的阅读习 认识多些词汇 这样就可以加强他们的阅文能力 亦都可以训练他们从多角度思考 在测验、考试或评核时 老师可按听障学生的需要提供合适的安排 例如座位尽量远离噪音和接近声源 让他们可以充分地展示他们的学习表演 除了勤力读书之外 老师会鼓励听障学生 多些参与课外活动 或者才艺表演 发挥他们的兴趣或者强项 这样就可以增强他们的自信心 和提升社交技巧 同时,老师会辅导轻度听障学生 了解自己的听觉问题 和可能遇到的困难 协助他们接纳自己的听障 和积极配合各方面的支援 他们都要主动表达自己的需要 有不明白的地方 要主动问老师或同学 哦!原来老师有这么多方法 帮轻度听障学生 作为他们的同学 我们又可以怎么帮他们呢? 同学可以协助他们抄写加课册 帮助他们传达课堂内容 和明白老师的指示和要求 让他们更加能够有效地参与课堂活动 鼓励他们多些聆听 和观察身边的事物 并主动和同学和老师分享 以保证他们因听障而遗漏的资讯 老师,我明白了 但是,学校的其他同学 是不是都了解轻度听障同学的需要 和知道如何帮他们呢? 学校会为听障学生 营造兼容的校园气氛 和提供合适的支援措施 在教学或活动中 渗入有关听障教育的课题 鼓励大家建立友谊 互助互面 哦! 那就是说 只要学校每个成员都明白 听障学生的需要 运用适当的支援措施 听障学生就可以在学校里愉快地学习咯 你说得很对 但是要达到更加效果 轻度听障学生的家长 给的支援都很重要的 不如让我再说多些给你听啊 家长应该和子女保持沟通 了解他们的需要 鼓励和支持他们 引导他们克服听障 带来的困难 家长应该不是提醒 和协助子女掌握 和善用专业人士建议的支援策略 例如 掌握聆听技巧 善用学习策略 建立良好的人制关系 和做好情绪管理等 家长应主动提供听力资料 等学校制定所需的支援措施 同时 家长也应该和学校的学生支援小组 班主任、老师及专业人员等 保持联络 就他们子女的学习需要 进行讨论 共同相以合适的支援策略 我记得妈妈带我去教育局检查听觉的时候 专责人员会和我们讲解 有关听障 和提供支援服务的资讯 也会将听力报告寄给学校 等学校了解我的教育需要 然后提供适当的支援 你说得没错 教育局一直都有提供支援和服务给学校 听障学生和家长 例如听觉服务 额外资源 专专专业支援 教师培训 教学资源 和公众教育等 给大家认识听障可能带来的困难 和如何支援听障学生 哦,我们明白了 只要学校、听障学生和家长携手合作 先用各种资源和支援策略 就可以令到轻道听障学生 轻松地面对听障和克服困难 发挥他们的潜能 多谢老师的讲解 多谢老师的讲解 请不吝点赞